那就是请上我两边身边这位 两位实验员来和我们做展示 这个展示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孩子们书桌上的学习灯 说到给孩子买东西啊 家长是非常的上心和用心了 家长都认为 这样的学习灯啊 一定要配备LED的灯泡 因为在于家长看来 LED的灯泡呢 是更加的省电 更加的环保 而且呢 它的照明效果 比一般的荧光灯和白痴灯 来得要更好一些 有利于保护孩子的眼睛 但是 有的LED灯呢 是存在的严重的频闪 长期在这样的灯下学习的话 会造成视觉疲劳 甚至是头痛 现在呢 我们就打开在台上的 这两盏学习灯 这两盏当中 有一盏是存在的严重的频闪 大家肉眼可以看出来 它们俩有区别吗 有区别吗 没有区别 其实其中有一盏的灯泡 存在的非常严重的频闪 到底是哪一盏的 请我们的实验员 用实验来告诉我们 好 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台 专业的频闪测试仪 好 这个是频闪的一个测试探头 好 好 大家可以看这一个屏幕 它的波形比较平缓 对 说明它的频闪几乎为零 这样是一个比较小波浪的 对 对人的眼睛没有伤害 这就是没有频闪的灯 对 好 好 下面我们看红色这一个灯 好 大家仔细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波形 哦 它的波形 这个曲线就非常的明显了 对 它的幅度非常大 说明它的频闪 比蓝色这个严重很多 哦 这个图形要是在股市上出现 那就好多人心碎了 那这样的话就说明 这个肉眼看不出来的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专业测试仪 就非常明显能够看出来 对 但是我们平常买灯泡的时候 不可能拿一个这么大家伙去买灯吧 对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 方便一点的 平常生活当中 就有的小道具就可以完成 呃 有啊 有啊 是什么 茵茵麻烦您拿这个手机 是我到时候要给你打电话咨询吗 哦 不是不是 你打开这个照相功能 照相功能 对 麻烦您先对准蓝色这个灯泡 就用这个通过手机的镜头 对准灯泡 对 不管什么牌子手机都行 对吧 都可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灯泡是没有屏闪的 对 这样看上去是和我们刚才看的一样的 一片祥和 可以看一下 麻烦您再看看红色这个 好 LED灯泡 哎呀 明显了吧 这就是非常明显的严重的屏闪了 所以呢 看来用一个小小的手机 我们大家平常都有手机 都能够自拍的时候 在买灯泡的时候 一定拿 有点有点小的区 股东酷是有点确实的 这就是我们unku的